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上午签下一笔大单,蓝姐特立给我放了假 我果然没看错你,即使脱离职场两年 你工作能力还是如此出众 今天下午和明天不用来了 给你放一天半假,好好陪陪家人 我朝她感激一笑 当初因为生孩子休产假 我被原公司辞退 老公沉寂里的母亲在她小时候就和她父亲离婚 有了新的家庭 她和后妈关系又一般 我妈去世得早 无奈只能自己在家照顾孩子 原以为要做一辈子家庭主妇 再难返回职场 没想到曾经的对家公司老板叶兰 向我发出了邀请 对于她,我感激不尽 我提前回家 这个点老公还没下班 一打开家门 小孩的哭声就传入耳中 只见儿子豆豆躺在婴儿床里嚎啕大哭 小小的身子被布条牢牢绑在床上 边哭边挣扎 一张小脸憋得通红 小姑子沉月月不知去向 我看得心惊不已 快步上前 三下五除二解开不条 心疼地把孩子抱入怀中 这一抱,我立马察觉不对劲 孩子身下的纸尿裤鼓鼓囊囊的一大包 也不知多久没换 豆豆两岁半了 一般除了夜里和午睡时间 都不再给她穿纸尿裤 沉月月来之前我就有交代过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为了图省事 所以白天也给孩子穿 我安抚了好一会 豆豆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睫毛湿漉漉的 趴在我肩头小声说道 妈妈和奶奶 我文言摸了摸她脑袋 估计是哭饿了 好,妈妈帮你泡奶粉 宝宝,姑姑去哪里了 豆豆歪着头响了片刻 摇摇头,奶声奶气道 不挤道 我忍着脾气 给孩子充好奶粉 这才摸出手机 拨通沉月月的电话 手机铃声从主卧传出 我皱着眉头 狐疑地看过去 喂,嫂子,有什么事吗 我压低了声音 豆豆在做什么 她轻笑一声 张口就说 我刚给她喂了平奶 现在正玩玩具呢 嫂子,我你还不放心吗 正是因为太放心了 害我现在才发现 她对孩子竟如此不上心 我一把拉开卧室门 陈月月全身上下 只裹了一条浴巾 头发还湿漉漉地披散在身后 一看就知道刚沐浴过 她见到我 脸上明显闪过慌乱 手里的蜡霉面霜 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嫂,嫂子,你怎么就回来了 我黑着脸 眼看自己三千来块钱的面霜 撒了一地 我不回来 还不知道 你把我儿子绑在床上 不管不顾 自己躲在卧室 偷用我的护肤品 林月月心虚地咬紧下唇 不是的 嫂子,你听我解释 豆豆上午尿了我一身 家里没人 我又不放心放她一个人在客厅 只好等她睡着了再来洗澡 但是我又怕自己洗澡的时候 她醒了 会到处乱爬摔下床 所以只好出此下策 说来说去 倒成了豆豆调皮 而且她洗澡不用外面的浴室 还非跑我主卧来洗 瞧着她委屈巴巴的模样 我胸口堵着一团气 要是寻常保姆 我肯定要教训一顿 但她毕竟是纪里的亲妹妹 我骂也不是 不骂也不是 最后只能憋着火气干巴巴道 以后不能这样了 洗个澡也就二十来分钟 你好好跟豆豆说 给她用平板放两集动画片 她能老实待着的 晚上老公下班回来 我把下午的事情 和她原原本本说了一番 她也气得不清 训了一顿陈月月 说她做事不知轻重 陈月月是两个月前来家里的 当时我接到蓝姐的邀请 想要趁此机会重回职场 正好豆豆也差不多大了 所以我提出请个保姆在家照看孩子 陈绩里面露难色 她说现在保姆一个月就要八九千 而且网上常常有保姆虐待小孩的新闻 她认为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要我先别急着工作 再在家带半年孩子 等到孩子上幼儿园了 再去找工作 可一个女人脱离职场和社会三年 哪里还能找到好的工作 怕是从底层做起 任老板都要嫌你年龄大了 见我不作声 陈绩里也看出了我不太愿意 于是主动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 这样吧 我妹妹正好要找工作实习 不如让她来家里带孩子 她学的学前教育 专业对口 又是自己人 用着放心 我有些迟疑 要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来做保姆 总感觉不太现实 老公大手一挥 有啥不现实 咱们每个月给她四千工资 可比她在幼儿园累死累活月入一千八要好得多 我先打个电话问问她 如陈绩里所料 陈月月只问了一个问题 能该实习证明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 她满口答应下来 我并没有上头 立马转身投入职场 而是用了一周的时间考察陈月月 再发现她虽然年轻 但是心思细腻 我交代的日常事宜记得清清楚楚 晚上还住进豆豆房间陪睡 这才放心把孩子交给她照看 没想到才短短两个月 她的态度就开始敷衍怠慢起来 即使她今晚再三道歉 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我还是觉得很难咽下这口气 老公 实在不行 咱们还是请个保姆吧 月月毕竟年轻 陈绩里拍着我后背的手停了下来 云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家现在的情况 每个月要还房贷 下半年豆豆上幼儿园又要钱 你都两年没上班了 家里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 再说了 谁带孩子没有个疏忽的时候 豆豆不也没出事吗 我敏唇不语 转身背对着她 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伸手关了灯 同样用后背对着我躺下 第二天一早 陈绩里已经出门上班去了 我没有和他们提起自己今天休假 轻轻打开孩子房间的门 小姑子和豆豆还在睡 我带上门 独自下楼去买早点 虽说陈月月保证 今后一定细心照顾孩子 但我不敢再像以前一样 全心全意信任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陈绩里不愿换人 行 那我找人在家里安装几个监控 没问题吧 和安装师傅约好时间后 我带着早点回家 客厅依然静悄悄的 我下意识看了眼时间 快十点了 还没起床吗 推开房门 豆豆躺在婴儿床上 手里抱着一支空奶瓶 吸了两口不悦的嘟起小嘴 姑姑 我肚饿 陈月月躺在大床上刷手机 眼神都没给她一个 敷衍地恩了一声 豆豆抓起空奶瓶敲床 边敲边喊道 姑姑 要喝奶奶 陈月月冷着脸转头 狠狠瞪她一眼 语气极度不耐烦 吵什么吵 你饿死鬼投胎吗 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 陈月月也在这时候 发现站在门口 脸色铁青的我 她冷不丁打了个颤 善善道 嫂子 你还没去上班呢 我要去上班了 哪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 我将孩子从床上抱下来 昨天下午我回来 豆豆饿着肚子 今天上午也饿着肚子 你当大人的 饿个一两顿是没事 小孩子肠胃弱 能和你一样饱一顿饿一顿吗 也不知道 你在学校专业课上 都学了什么 你要实在不想干这份工作 就直接和你哥说 别拿了钱不干事 成天霍霍我孩子 这话算是很不客气了 我也懒得听她绞尽脑汁 来找理由争辩 直接牵着豆豆出去吃早饭 隐约能听到房间里 传来陈月月抽抽耶耶的声音 想也知道 肯定是和陈继里打电话诉苦呢 我准备带着孩子出门消失时 她才红着一双眼睛 从房间走出 一句话也不说 拎着包出了门 豆豆正和小区其他小朋友玩耍 沉寂里的电话打来了 男人一上来就兴师问罪 你为什么总和月月过不去 一个人带小孩不容易 你又不是没带过 他不就是赖了会床吗 又不是说把孩子饿出了个好歹 本来就没消下去的火 烧得更旺了 他那时赖了一会儿床骂 他骂豆豆饿死鬼投胎 我才放假两天不到 就看到他绑孩子骂孩子 我都不敢想 自己平时上班 他在家里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大概是陈月月 隐瞒了他骂豆豆这段 沉寂里声音低了两分 那是他不对 我回头说他 但他今天生理期 身子不舒服 月月毕竟年龄还小 你做嫂子的多包容点 我听后痴笑一声 呵 我包容他 那他出社会工作 谁会包容他 说好听点 是亲戚帮忙带孩子 说难听点 他就是我们家聘请的保姆 工作做成这个样子 雇主难道连责怪的资格 也没有吗 我告诉你 他住家里我没意见 但是工资我不会再给了 照顾豆豆的事 我另请高明 气鼓鼓地挂掉电话 一抬头 就看见豆豆 正从几个穿着打扮一样的 年轻女孩手里 接过一支气球 豆豆 不可以乱拿姐姐们的东西 妈妈 是老师豆豆奶生奶气地 纠正我 原来这几个姑娘 是附近幼儿园来招生的 豆豆粘在其中一位女孩身边 嘴里鸡里咕噜地 和人家聊天 牛头不对马嘴地 从早上吃了鸡蛋饼 到小金鱼不喝牛奶 女孩却微笑着 句句有回应 我脑子里突然浮现一个想法 老师 你们幼儿园收两岁半的小孩吗 其中一个看起来资历稍微大点的率先回答 收的 咱们原有小小班 专门接收两岁左右的宝宝 像您家宝宝这样的 放在小小班过渡几个月 下学期满三周 正好上小班 到时候也比较容易适应幼儿园生活 她递来一张传单 明天我们园里有新生体验课 是免费的 您可以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一行老师离开时 豆豆还恋恋不舍地和他们说拜拜 我心里有了计划 于是又找兰姐请了一天假 也顺便看看其他幼儿园 做个对比 沉寂里得知 我要提前送儿子上幼儿园 很是反对 你去问问谁家做父母的这么狠心 两岁多点就往幼儿园扔 当初叫你再等半年 非不听 非要火急火燎地跑去工作 现在成天疑神疑鬼 怀疑月月虐待孩子 我看了一眼客厅看动画片的豆豆 把沉寂里拉远了吵 我忍住想翻白眼的冲动 瞟了眼沉月月离开后 安装好的摄像头 她有没有虐待孩子 她心里有数 也就是你诸油 蒙心是非不分 请保姆你贤贵 送幼儿园 你又怕别人说你心狠 豆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你渐渐都不同意 既然这样 不如你离职回家带孩子 沉寂里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喊道 你让我辞职带孩子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是上升期 上升期又怎么样 我当年生豆豆的时候 不也是上升期 你比我多打拼两年 也没见你工资涨多少啊 说句实在话 当年要是全职在家带娃的 是你沉寂里 我们家现在也不至于 想请个七千的保姆都请不起 男人脸色瞬间窘迫 在这种情况下 她竟然口不择言起来 要怪就怪你妈去世得早 没人帮忙带孩子 我伸手狠狠抽了她两巴掌 不解气又抬脚踹去 你她妈狗叫什么 我妈是去世得早 那也比你有妈生没妈要得好 戳心窝子的话谁不会 两人吵架 非要牵扯我母亲 她要犯贱我也奉陪到底 被我发狠地瞪着 沉寂里意识到说错话了 抬手打了自己两耳光 低头道歉 我没机会她 抱着豆豆回了卧室 关门上锁 一气呵成 妈妈 爸爸没来 爸爸晚上要加班 豆豆陪妈妈睡好不好 儿子揽住我的脖子 拖着甜甜的嗓音道 好 沉寂里自知理亏 第二天破天荒地没去上班 和我一起陪豆豆体验幼儿园的新生课 一上午流程下来 豆豆玩得开心 我们也比较满意 学费一个月三千 包含伙食费 沉寂里二话没说 去付了钱 老婆 我下班早 以后我来负责接豆豆放学 我瞥了她一眼 不冷不热地回了一个恩 沉寂里看出我气消了大半 赶紧趁热打铁 你上次不是说想买条项链吗 正好今天有空 咱们去金店调调 豆豆也是个会看人脸色的 像只小猪似的拱上前 爸爸爸爸 我也要小汽车 陈月月也为之前的事情 向我和豆豆道歉 不过因为找工作一事 所以还是赞助在我们家 解决了一桩心事 我也能够放心回去上班 豆豆适应能力不错 我在手机监控上 看见她 也就刚进学校哭了会 没过多久 就被老师组织的游戏吸引 融入其他小朋友们 就这样 好不容易稳定地 过了一个多月 公司派我去出差 要去多久 估计要大半个月 原以为陈继理会不同意 没想到她竟然神色如常 还反过来劝我 没事 你事业重要 家里有我呢 再不计 月月也能搭把手 正好我还有年假没休 这次顺便休了 在家陪陪孩子 豆豆撇起小嘴 呜呜 我不要妈妈走 陈月月抱住她轻声安慰 宝宝 妈妈没有不要你 她只是去工作 给你买飞机和小汽车呢 我心底多少产生了一丝愧疚 这段时间 确实因为工作忽略了家人太多 陈月月察觉到我情绪低落 开口劝道 嫂子 没事的 这不是还有我吗 我会照顾好我哥和豆豆的 你得先是你自己 其次才是妻子和妈妈 我感激地朝她一笑 之前对她颇有误会 夜里本想和沉寂里温存片刻 谁料她侧身把我推开 但看清了我脸上的错愕 男人柔声道 你明天还要赶早班 早点休息吧 我今天也累了 出差二十一天 我提前结束 想给家里人一个惊喜 结果回家铺了个空 我翻出日历查看 今天是周末呀 奇怪 怎么全都不在家 无奈我只能自己点了份外卖 顺便在平台下单的新鲜的鱼肉蔬菜 叫人送货上门 外卖送到门口 外卖小哥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但是没说什么 就匆匆去接下一单了 留下一脸盲圈 摸不着头脑的我 结果之后 生鲜超市送货上门的工作人员 更是令我疑惑不已 陈太太 你的菜送来了 请签收 我留的是自己的名字 而且还是头一次 在这家超市下单 他怎么会知道 我老公姓什么 还没等我问出口 送货小哥放下东西 对上了我的脸 啊 不是陈太太呀 说着又抬头看了眼门牌号 自言自语道 是这家没错呀 我留了个心眼 没说明自己的身份 你认识这家主人 小哥没想太多 直接道 是啊 陈太太这个月经常在我们超市下单 您是他家亲戚吧 以前没见过您 我点头 我是他嫂子 关上门后 我越想越不对劲 送货人员不清楚 误会了没什么问题 从他说的话可以听出 他多次送货上门 肯定不止一次称呼陈月月为陈太太吧 被人误会是哥哥的老婆 他也从不解释吗 但想想 又觉得自己多心了 人家亲兄妹能有什么问题 估计是懒得和外人解释 正好我在和闺蜜聊天 就顺带提了一嘴 他安慰我别多想 不过对于那位外卖员怪异的眼神 他也想不出解释 又和我说 要是实在纠结 不如直接打电话问问 平台上有棋手的联系电话 我笑着回他 自己哪有这么无聊 然后退出聊天框 点开了朋友圈 一条九宫阁映入眼帘 摆在正中间的 是陈继里兄妹 和我儿子的大合照 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 头戴同款发姑 三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看上去就像一家三口 估计陈月月和我的想法一样 所以她配的文案是 一家人来童话世界完了 其中一章更是令人寻味 陈继里和陈月月面对面 隔空督嘴 看得我胸口有些难受 陈月月还在评论底下回复 谢谢大家的祝福 不用羡慕我了 你们一定也会早日 找到自己的幸福 就算看不到她好友的评论 从她这条回复里 也能猜出一二 我看着自己买来的 一冰箱食材 顿时失去了做饭的兴趣 好在人家也不需要我做饭 七点多的时候 陈月月又发出了海鲜大餐的动态 一样的九宫格 我已经从心情复杂 看到心如止水 晚上九点多 三人才慢悠悠地回到家 沉寂里一手抱着痘痘 一手牵着陈月月 当大门打开 二人的视线和我突接触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云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挑了挑眉 将目光落在 陈家兄妹香蕉的手上 男人赶紧松开手 你别误会 我们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呢 她还没想好下闻 我看向她怀里 自从见到我就一直一言不发的痘痘 走过去接过孩子 宝宝 想妈妈了吗 痘痘点了点头 紧接着又摇摇头 半天才蹦出一个响字 我只当她太困 没放在心上 转身带着她去洗澡睡觉 所以我自然也就错过了 身后两人慌张的对视 夜里躺在一张床上 沉寂里问道 不是说要一个月吗 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低头看了眼中间熟睡的痘痘 压低了声音回她 合作谈成就回来了 在之后 二人都无话可说 各自睡去了 我隐约能感觉到自己和丈夫之间多了一重隔阂 但又说不上来 总不能是吃小姑子的醋吧 说出去平白惹人笑话 第二天 我是被痘痘清醒的 沉寂里已经去上班了 儿子叫我睁眼 握着我一路头发嘟囔 妈妈 我不想离开你 我心口一紧 像被一只大手牢牢握住 从痘痘出生以来 我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出差的这段时间 是我们头一次分离这么久 她小小的手抚过我的眼睛和鼻子 妈妈 你能变成漂亮妈妈吗 你觉得妈妈不漂亮吗 痘痘忽然低头 难过地摇了摇头 不漂亮 我想换漂亮妈妈 很难形容这一刻的心情 当痘痘说出这番话时 我无疑是难过的 自己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却说要换一个妈妈 我胸口堵得难受 甚至没有来得生出一丝怨念 如果不是因为生孩子 我会失去工作在家 成为憔悴不堪的黄脸婆吗 这种想法一出 我立马打住 不是痘痘要来到这个世上的 我怎么能这样去埋怨一个孩子 我抱起痘痘 闻着她身上令人舒心的奶香 那妈妈努力变漂亮吧 将痘痘送去幼儿园后 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 陈继礼和陈月月都上班去了 人骤然闲下来 总忍不住胡思乱想 儿子没头没脑的话 外卖员古怪的眼神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 陈继礼估计大有问题 我需要抽空查一查了 为了完成痘痘想要漂亮妈妈的愿望 下午幼儿园放学前 我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 脑海莫名浮现出前两年网上大火的梗 李雨晴妈妈 我来得比较早 幼儿园大门还没开 身旁一名家长突然和我搭话 你也这么早来接孩子呀 估计还要等一会哦 从小到大 小小班出来的最早 我回她一个微笑 我宝宝正好是小小班 她有些惊讶 这要巧 我孩子也是 我是王子涵妈妈 你家宝宝是哪个 没想到遇见同班家长 我也挺惊喜的 陈瑞泽 谁知她听了我的回答 顿时一愣 脸色怪异起来 你是陈瑞泽妈妈 我记得瑞泽妈妈 是班上的陈老师啊 我脑子一空 第一反应这妈妈 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怎么可能不是逗逗妈妈 估计幼儿园 还有别的小孩 叫陈瑞泽 可是转念一想 这幼儿园小小班 只开设了一个班呢 而且陈老师是谁 班上不是只有李老师 和莎莎老师吗 子涵妈妈替我解答 陈老师是半个月前才来的 她往后退了半步 跟我拉远距离 眼底满是质疑 你真的是陈瑞泽妈妈 上周亲子活动 我亲耳听见 逗逗喊陈老师妈妈 当时孩子爸爸也在 上周有亲子活动 我是知道的 但因为我在外地出差 所以只有老公一人来参加 可人家妈妈素未谋面的 也没必要拿这事来骗我 什么陈老师 逗逗还主动喊人家妈妈 我一时半刻捋不清头绪 也没法第一时间回答 子涵妈妈的问题 正好小朋友放学排队出来了 我看见队伍中的豆豆 连忙招手 豆豆闻声望来 看见我迈着小短腿就要跑来 却被老师一把拦下 豆豆 不能乱跑哦 我平时接孩子比较少 早上送来的时候 都是和李老师打招呼 所以这位老师不认识我 豆豆着急解释 指着我道 妈妈 是妈妈来了 那老师一脸迷茫 陈老师在教室没出来呀 我彻底沉下了脸色 又是陈老师 我走上前拍了拍老师的肩膀 你好 我是陈瑞泽妈妈 请把你们园长叫来 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们园内的陈老师 成了我孩子的妈妈 那老师见我一脸严肃 也察觉到其中怕是有问题 老师偶尔让孩子称呼他为妈妈 我没意见 但是闹到班级家长和老师都认错 这我真的不能忍 我怒不可遏地带着豆豆 进入园长办公室 等他们叫来陈老师 直到陈老师姗姗现身 我脑子响起一阵嗡鸣 惊得双目瞪大 不是陈月月还是谁 我做梦也没想到 她找的工作 竟然就是豆豆幼儿园的幼师 她在群里没打备注 而且极少发言 我一直以为她是以豆豆小姑的身份 进的班群 经过了解 原来是她平日里 要求豆豆在学校喊她妈妈 而且她又经常在下班后 带豆豆回家 所以有些不明真相的老师 将她错认成我儿子的妈妈 陈月月满脸不悦 语气中带着埋怨 嫂子 有什么事不能私下沟通 非要闹到园长面前 你先带豆豆回去 等我下班再说 我简直要被气笑了 她还倒反天罡指责上我了 你既然叫我一声嫂子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 竟然在外面要豆豆喊你妈妈 园长左右看看 松了一口气 原来豆豆妈妈 您和陈老师是一家人呢 估计是有什么误会 你们私底下好好谈谈 我并不想接这个台阶 没必要 我是以一个家长的身份 来要说法的 和她是不是我小姑子没关系 你们园内放任老师 强迫孩子称呼其为妈妈 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陈月月脸色铁青 你怎么知道是强迫 明明是你自己眼里只有工作 根本不管孩子 豆豆是自愿叫我妈妈的 我哥也没意见 你别在这里小题大做 她似乎是为了向我证明 又捏着嗓子俯身问孩子 豆豆 你想不想要我当你的漂亮妈妈呀 漂亮二字一出 我脑子的思路瞬间串联起来 豆豆早上说的话 毫无疑问是因为陈月月 豆豆脸上浮现害怕和不安 藏在我身后 双手死死捏住我的衣服 带着哭腔道 不要 妈妈 我要妈妈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我坚持要求园长辞退陈月月 并且要她在家长群发文道歉 陈月月不肯 当场打电话 喊来了陈继理 陈继理站在妹妹身边 扶额头疼 你怎么又跟月月闹起来了 不就是叫了两句妈妈 你自己不来参加亲子活动 难道要别人嘲笑豆豆 没有妈妈吗 你但凡多来几趟幼儿园 园里的老师也不会误会 月月才是孩子亲妈 我气到吃笑出声 懒得理她 直接看向园长 其余事情我会处理 但陈月月老师的事情 希望您表态 毕竟我想应该没有家长 希望园内有这种 没有失德的老师吧 即便陈继理坚持说自己不计较 最终园长还是决定辞退陈月月 并强硬要求她在班群向我道歉 和我有过接触的子涵妈妈 第一个站出来发言 支持园方 这种败类老师必须开除 我今天碰见过豆豆妈妈 人家都不知道自己儿子 怎么变成别人的孩子了 后面也有一些家长觉得 这个惩罚太过严厉 但大多数家长都表示认同 老师是老师 怎么可以要小孩叫妈妈 沉寂里无能狂怒 既不能改变园长的想法 又不能阻止群里 对陈月月的责骂 她连看也没看我和儿子 只顾着追尸了面子 摔门而出的妹妹 我的心彻底凉透 周围老师同情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豆豆年纪小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能察觉出大人的态度 她趴在我肩膀上 磕磕绊绊的组织语言 豆豆不乖 姑姑是漂亮妈妈 爸爸不气 妈妈也不气 她以为是自己不要陈月月做妈妈 我们才吵架的 我拖住她肉乎乎的小脸 豆豆是世界上最乖的宝宝 你没有做错事情 只有我才是豆豆的妈妈 你不需要去喊别人妈妈 低头亲了亲她的额头 认真说道 妈妈永远不会离开豆豆 你永远是我的宝宝 我带着孩子去了闺蜜家 闺蜜顾心大骂陈继里 脑子有问题 拎不清问题 我和豆豆没回家 陈继里连个电话也没打来 曾经在网上刷到过 女子因男友和姐妹亲近而吃醋 当时只当个热闹看 没想到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望着身边熟睡的孩子 我不由扯了扯嘴角苦笑 真是抱歉 没给你找一个好爸爸 一夜的时间 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 今日的事情悄然发酵 不知道是哪位家长 偷偷拍摄了我和陈继里兄妹争执的画面 她将图片和班群里陈月月的道歉截图 上传到网上 并配文 经幼儿园老师勾引学生爸爸 强迫幼儿喊自己妈妈 被孩子妈妈发现 孩子爸爸竟然还站在幼师身边 认为妈妈小题大做 其中隐去了我和孩子的身影 却将他们二人的脸拍得清清楚楚 包括幼儿园师资墙上 陈继继的个人介绍 网友向来爱看热闹 经过营销号的转发 两人直接上了热搜 底下评论全是在骂他们不要脸 甚至还有人直接黑起了幼师这个职业 顾虑到豆豆的情绪 我和老师请了几天假 暂时没有将他送去幼儿园 中午吃过午饭 手机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你好 我是5月24日给你送外卖的外卖员 提醒你查一查你老公 5月中旬我去你家送过伊丹BYT 当天开门的女人是现在网上 很火的又是月月 她当时穿的睡衣和你那天穿的一模一样 我如遭雷击 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怪不得外卖小哥当时那样看我 他最开始以为我是小三 直到今天刷到陈月月的热搜 才回过神来 我顿时觉得恶心 为李翻江倒海 他们可是兄妹 视线落在闺蜜家的摄像头上 我忽然想起家里的监控 当时安装的时候 丈夫和小姑子都不在家 所以家里除了我 没人知道这事 我迅速翻出监控视频 将时间调到出差的那段时间 开启倍速查看 陈月月在我离开家的日子里 时常穿着我的睡衣出入主卧 沉寂里也经常大晚上的进妹妹房间 一去就是一两个小时 甚至有一次待上了一整晚 卧室并没有安装摄像头 所以我看不见 二人究竟在房间做些什么 只是他们在客厅的亲密行为 看得人眉头直皱 会有妹妹二十多岁 还坐在哥哥腿上吃饭吗 双腿缠在哥哥腰间 叫人抱回房间 不知不觉 时间来到昨晚 陈月月从外面回来后 便坐在沙发上哭 沉寂里在一旁安慰 安慰着安慰着 二人抱成一团 激情拥吻 衣服一件件落地 男人打横抱起女人走入卧室 我震惊得久久无法回神 离婚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我提前给孩子打好预防针 豆豆对于以后不和爸爸小姑 注意起这件事接受得格外快 她说 我讨厌姑姑 姑姑说妈妈丑 爸爸亲姑姑 说不喜欢妈妈 浓浓的愧疚涌上心头 是我对豆豆的忽视 导致她一个人面对那恶心的兄妹 独自承受压力和难过 我联系上了网上发布陈月月视频的人 将手里的出轨视频交给了她 她也是幼儿园的老师 何杰 她和陈月月同一所学校出来了 两人曾经是室友 她拿到监控视频快意的大笑 眼底闪过无数恨意 你还不知道陈月月和陈纪理不是亲生兄妹吧 陈月月是她后妈带来的 我确实不知道 她从来没提起过 而且她和她后妈关系很差 我们婚礼她后妈都没有出席 所以我从未想过 陈纪理会主动照顾关心纪美 在学校的时候 陈月月就喜欢觊觎别人男朋友 她勾引我对象 还在寝室欺凌我 把我锁在厕所 导致我小产 整整一夜 我求了他们一夜 他们谁也不给我开门 导致我感染 最后被切除子宫 父母嫌弃丢人 不让他报警 对于他的遭遇 我深感同情 回去之后 我又将陈纪理的出轨视频 打包了一份去他单位 网上幼师月月出轨 学生爸爸后续又火了 神通广大的网友 扒出两位男女主事兄妹关系 除此之外 还顺藤摸瓜爆出了陈纪理的公司 陈纪理被公司开除 和陈纪纪彻底社会性死亡 每天缩在家里 犹如阴沟的老鼠一般 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辱骂 他们不敢出门 因为路人厌恶的目光 他们更不敢承受 两人在家愁得焦头烂额 却始终没有解决的方法 最多在网上声明一句 二人不是亲生兄妹 小小地减少一点伦理道德 欣赏够了他们的丑态 我不急不缓地 把陈纪理从黑名单放出来 一键发送离婚协议 陈纪理无能狂怒 质问我 为什么不给他留一点脸面 我冷笑道 你当着孩子面出轨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自己还有脸面 逗逗归我 房子归我 其余财产你三我七 不同意就走离婚诉讼 反正结果基本没差别 你估计还得每月支付 抚养费用 听到我冷漠平静的语气 沉寂里才开始慌了起来 云秀 你真的想和我离婚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出轨的 我就是一时贪图新鲜感 都是陈月月勾引的我 我现在就把她赶出去 你回来好不好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求你了 不看在我的份上 你也想想孩子啊 你希望逗逗成为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吗 我差点没偶出来 尤其是看着陈月月听见男人要把她扫地出门 和她大打出手 这些年算我眼瞎 懒得和她继续扯皮 我直接道 想好了就明天上午明正局见 何杰也趁热打铁 趁着网上的热度 开直播爆料陈月月当年霸凌她的事情 一时间陈月月的名声 可谓是堪比粪坑的蛆虫 沉寂里在第二天戴着帽子口罩 裹得严严实实地出现在民正局门口 行动鬼鬼祟祟 好像生怕被人扔臭鸡蛋 她还试图获得我的原谅 老婆求你了 咱们回家好不好 你帮我再网上澄清一下 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 我也不计较你把视频发到网上的事了 我翻了个白眼 你脑残啊 男人出轨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连最基本的忠诚都没有 本来就工作能力就一般 赚得还没我多 现在又失业 我原谅你图什么 图你那根烂黄瓜 还是图你撒瓜俩枣的工资 沉寂里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沉默着领了证 走出民政局 男人似乎有话想对我说 我赶紧加快脚步跑开 开玩笑 我还给他安排了一出好戏 这时候可别牵连上我 沉寂里还正沉浸在伤感之中 一位大妈突然大叫 来人啊 抓小偷 我的钱包被偷了 全副武装的沉寂里 自然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人选 好心路人一拥而上 大妈冲上去一顿猛揍 既然她疯狂辩解 依然无人相信 你不是小偷你 穿成这样干嘛 大妈手急眼快 一把薅下她的口罩帽子 这一看 众人惊了 这不是最近沸沸扬扬的 又是出轨门男主吗 现在信了吧 我真不是小偷 大妈义愤填膺 渣男也该打 于是又是一顿 狂风暴雨般的输出 好心路人也帮忙 踹上脊脚 等到沉寂里 鼻青脸肿的时候 警察姗姗来迟 路人集体作证 大妈是打小偷 不小心认错人了 沉寂里孤立无缘 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看完热闹 我悠然离去 事后 我将房子挂平台转卖 向蓝姐申请外派 带着豆豆离开这座城市 闺蜜顾心 毅然决然和我一起 用她的话来说 反正我是自由职业 在哪工作都一样 正好帮你看看孩子 以后记得 让豆豆给我养老就好了 不用和男人结婚怀孕 就有孩子 嘿嘿 爽了 顾心是个不婚主义者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 无比感激 你放心 我生豆豆之前就和你说过 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 咱仨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后来何杰也曾和我说过 陈继礼兄妹的状况 陈继礼的父亲从老家赶来 要求二人结婚 结果陈继礼嫌弃陈月月名声太差 陈月月又嫌弃陈继礼 现在没工作没存款 两人说什么也不肯在一起 气得她父亲进了医院 我对此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转身去接儿子放学 今天拿下了一位难搞的客户 正好带顾心和豆豆出去大吃一顿 事业有成 爱的人在身边 这便是我想要的人生 感谢观看